最後我們要跟各位談的叫做食品的保存 保存食品 東西很 在遇到一個濕熱的環境 潮濕炎熱的環境 或者怎麼樣怎麼樣 東西可能就會很快的腐敗掉 臭身體 受到陽光啊 水啊 空氣啊等等的作用 食物會變質 所以對食品而言 有一個很重要的工作 就是我要怎樣保存它 讓它不會變質 讓它能夠維持原來的 可以吃的 新鮮的狀態 激烈的狀態 那我們介紹一些保存方法 第一個就是蜜蜂 包在裡面 不要去跟外面的空氣跟氧氣接觸 這樣就能夠抑制微生物的生長 就會讓我們保持新鮮 有的時候我們不見得是蜜蜂 我們改成沖淡包裝 我們講過 你那些洋芋鏈 還有一些米啊 還有一些油啊 用出來沖淡包裝 掛滿了氮氣 就把空氣氧氣排開來了 所以就沒有碰到氧 就不會氧化 就不會壞掉 或者是把氧氣弄掉 我們有個脫氧劑就這個 上次當然有考的這玩意兒 脫氧劑裡面是鐵粉 鐵粉就會跟氧作用 然後產生氧化體 就把氧消耗掉 所以就會使氧氣減少 可以幫助我們保存 讓它減少氧氣的作用 減少氧化的可能 再來就是脫水肝臟 我們未來會告訴你 生物的生存 水很重要 沒有水它就活不下去了 所以我如果脫水肝臟 水盡量的少 那就會微生物就活不下去 那我東西就可以保存了很久 那麼我們的肝臟劑有一些 前面的氧化鈣 你前面有教過 還有叫矽膠 矽膠 那麼氧化鈣 現在用的比較少 因為氧化鈣 CO加了水之後變成氫氧化鈣 是一種強檢 那個比較感覺上不太安全 矽膠就比較好 可是矽膠是透明的 吸水前是透明的 吸水後還是透明的 所以以前 現在也比較少 以前的矽膠裡面會灑一點氯化氧菇 這樣吸了水之後 變成紅色 就告訴我已經吸過水了 但現在的矽膠裡面 我看到也很少在放 所以看起來都透明的 看不出來到底吸過水能用 矽膠 雖然吸水用的 氧化鈣也是在脫水的 再來就是冷凍的低溫 我們教過 溫度低 化學反應會變得比較慢 所以我們就冷凍冷藏 冷凍要在零下18度以下 冷藏還是吸水就夠了 那麼把它放在低溫的環境下 你就可以長期保存 它只是反應慢 不代表不會反應 所以你放久了 它還是會怎樣 還是會換掉 放久了 它只會把那個時間拉得比較長一點 把它拉得比較長一點 所以冷凍冷藏的 冷凍要在零下18度以下 再來就是醃漬 這以前常常做 什麼臘肉 臘肉 或者是什麼鮮魚 大量的鹽 大量的糖 那個應該是生物膠 或者什麼滲透壓那個 生物膠 像震透壓的東西 那啥啥啥啥 脫水 然後這樣就能夠讓這個能夠保存得比較長久一點 長久一點 醃漬 果醬 什麼之類的 再就是加入一些防腐器或抗氧化器 那這個 加一個防腐器 這個是有一個什麼 這邊框起來叫做幾二C酸醬 告訴你說我們是防腐用的 防腐用的 你買一些什麼香腸 什麼之類的 都會告訴你說 我這裡沒有加什麼防腐劑 防腐劑 配了抗氧化 減少食物的氧化作用 那有一些呢 有天然的 叫維他命E 油脂類 油脂類 像這個 那這個包裝上面就跟你寫說 用天然維他命E做抗氧化劑 為什麼是用維他命E 因為維他命E是指溶性的 溶於油脂類 以前的包裝上面都是油炸對不對 炸過的有油 所以他用維他命E 也號稱是所謂的天然 天然的抗氧化劑 這個我們在前面有教過 教氧化環的時候有提過 天然的抗氧化劑的成分 然後呢 最後就是保存期限 東西被我們處理完之後 會有一個保存期限 所以說要注意 你買東西有沒有過期 他們都會標示他的保存期限 叫你不要買到過期的食品 你會對你這個造成傷害 那我家那個小朋友 每次買就要看保存期限有沒有過 你要看有沒有過期 叫你看一下 叫做生活想嘗試 那你應該你們都會曉得 就是有關於食品保存的部分 請問有人有問題嗎 沒有 請寫課行練習